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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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她这次是逃过一劫 因为她去台南出差 可是因为她的亲人 是住在八楼 所以她说她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六楼跟七楼 本来有防火门 就没想到这个防火门 居然被这个居委会的成员 给卖掉了 你想想看这个防火门 怎么大楼连防火门 都会被掏走卖掉 对 你想想看 如果有防火门的话 这个火苗燦烧的时候 你是不是至少有一个防火墙 可以挡住 就问这防火门被卖掉了 她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好 我们来听居民的说法 现场有民众说 很可能是人为纵火 因为里面很乱 里面真的会住民众 所以一定要都走好 因为走火会慢慢搞火 怎么可能会一下子就爆炸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纵火 附近周遭的监视论手 全部吊起在过地中 那目击者或者罢案者 现在有带三人到 原准分级来做相关的询问 好 现在不只锁定了目击者 也锁定了可能的嫌犯 是不是有人为纵火的可能 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他们现在现场掌握 有一个白衣男子 确实有纵火的可能 所以现在目前交由 严惩的警方在侦办当中 所以是有拍到 好 我们来看到 这是监视器画面的影像 拍到一位白衣男子 据说他出现之后的19秒 就冒出火光 他当然有可能是嫌疑人之一 因为这个事发室 差不多2点43分到44分左右 这个名白衣男子出现之后 没多久就我们看到 这个火苗就开始窜出来了 所以目前警方是锁定了右上角 监视器右上角这个白衣男子 看起来他目前为止是 这个可能的涉案嫌犯 那回过头来 这起大伙不排除是人为纵火吗 我们刚刚讲 可是因为有住户反应了 你的这个门都被卖掉了 第二个可恶的原因 就是有住户说 安检人员本来是10月12号 上门去安检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被挡了下来 他没有进去 那没想到这个安检人员被挡下来 没有安检之后 过两天就发生这个 但是安检还能够被挡下来 不让人家安检啊 对这个不晓得什么原因 这个不可思议 这个好好查一查 公权利益反来就应该要有 可以强力介入 你怎么可以挡他 不让人家安检呢 那没想到两天后 那安检人员如果被挡 他怎么不反应呢 所以两天后就发生了 这个大火的事件 所以这件事情 一定要严查到底嘛 好 那在接下来 刚刚讲到说 不排除是人为纵火了 那一开始现在警方还没有锁定 白衣男子之前 有这个PTT啊 就到处的爆料 就有爆料有三种原因 第一个原因最先爆料是说 有住户看到啊 就说有这个一对情侣在楼下吵架 那不知道是吵完之后 那个男的很生气 就把烟蒂乱丢 丢了之后呢 哇 就整个火苗迅速串烧 因为他旁边有一个瓦斯桶 就扑扎这样 但是这个说法呢 警方说 因为他们后来去查这个监视器啊 发现没有发现这个有情侣吵架 或是有说有这个民众争吵的状况 所以这个状况先排除 那第二个状况的话呢 是说呢 有一个诡异的男子啊 就有人发现 他拿一个这个水管 不知道在干嘛 鬼鬼祟祟 那后来这边 画面这个男子吗 现在拿水管 现在看不太清楚 这个是白衣男子 对 是白衣男子 警方现在锁定他 那另外就是有一个诡异男 还有另外一个拿水管的 那后来这个诡异男呢 被指称诡异男 他有出来 原来是九楼的一个住户 他是计程车司机 他说他当时开车回家的时候 就有闻到浓浓的塑胶味 有浓浓的这个味道 所以他就赶快跑出去看 他本来想要拿这个水管 来灭火的 可是后来 因为这个火势太快了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 那所以目前也排除他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 最新讲到的这个白衣男子 对 现在目前 由严惩警方在侦办当中 好 来问一下任何 如果是人为纵火 是不是在现场围观的群众 很有可能就是纵火犯 他们的纵火心态 极有可能他纵了火之后 又回来现场听 你说就是纵火犯 他们犯了事之后 一定会回到现场 大部分 十至八九 都要回去看他们的作品 对 然后他们有的人 就看到火会有一种 特别的兴奋感 而且他们会觉得他们纵的火 他会欣赏他那个火 很奇怪 例如在2017年 然后子役月份的时候 中和新南夜市旁边 新南路二段 那有一个四楼跟五楼加盖 顶楼加盖 你知道两个 这样房子盖了几个雅房 25间 25间的木造雅房 都租给外籍的移工 还有一些那种 其他的东南亚来这边 打工的这些人 因为酒后之后 饮酒后有一个逊礼的男子 他就跟两个 一样外籍的吵架之后 就放了火 放了火之后 警察到现场去救火的时候 那个理性男子没有走 还要留下来看 看救护车走来走去 而且现场烧死了九个人 两个烧死之后 警方到现场 是旁边指着说 就是他放的火 才当场把他逮捕 这是第一个 所以他在围观 围观 第二个 更夸张的 在2018年的5月 隔年才六个月 半年后而已 在新庄的明安西路 一天晚上11点 也是倒闭 烧火之后 那个时候 我们现在看到引戴这个 有一个女子走到楼梯间之后 这个红衣女子走进去红衣 那个楼梯间 等一下就烧火了 因为警方踩 不要抖火 警察查到这个资料之后 就把这个红衣女子抓来 一发现说这个黄姓女子 在前一段时间 才一个月 一个月 纵火四次 纵火四次 第五次这是纵火 警察把他逮到的时候 他不承认 他说不是我 那他也是在现场吗 在现场 所以这个都是回来 在现场在看 在观望 因为警方提出录音带给他证据 他就马上下跪说 对不起 我错了 其实 这种你这个造成纵火的人 真的很可恶 你一造成那个命令 都是不可收拾的 好 纵火犯有一种 非常特殊的心理素质 就是他们纵火之后 多半会回到现场去围观 所以现场围观的群众 很有可能里面就有纵火犯 不过我们回来问队长 队长 其实每一场大火 最最关键的还是找起火点 起火原因 那你看这一次城中城大火 以你的经验来判断呢 这场火它起来 我们从那个监视器看到它 速度很快就燃烧 烧得很快 对 因为它一楼是二手家具 然后又有一些中古的电器 然后我们中古电器 我们那个冰箱 其实你看它是外面好像是铁 其实里面都是塑胶 难怪有一个住户说 他闻到塑胶尾 他还拿水管去散 他想要去出其灭火 但是有时候火势太大 要出其灭火不是那么简单 然后如果说旁边又堆放 机车 汽车之类的 当温度过高的时候 我们的机车现在都是塑胶的 然后一燃烧以后 它油管一破掉 那整个火势会更快 然后会造成更大的溶烟跟火势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监视器画面 它其实烧得非常快 它大概十分钟 一楼全部都是火海 然后一路往上串烧 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已经 大概早上清晨四五点 就整栋楼都起火了 其实应该是没有 这是代表它所有的楼梯间 都没有做防火门 因为这一栋旧的大楼 我看资料它好像是说 它以前是综合性大楼 它是综合性大楼 我们消费人员最怕最怕 就是这种综合性大楼 因为它非常非常地复杂 然后里面住户很多 然后堆积很多东西 而且它上面还写说很多是 行动不方便的住民 它里头有独居老人 对… 有毒贩 游民 罪汉 淫虫 反正里面的住户非常复杂 对 其实也跟这一栋大楼有关系 因为它是一个住商混合大楼 跟2020年我们台南有一场火事 国花百货 国花百货 对 那时候它也是一个 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一直不好 所以后来国花百货就没落了 那时候它二楼中庭起火 因为它是中庭是宽阔的 所以它整个烧起来的时候 很快的熔烟就密布整栋大楼 那这一间我刚刚看了一下 我们的记录 照道来讲它是火是一楼烧到四楼左右 然后再往上的话 因为它是R7结构了 所以应该火没有上去 但是是浓烟上去 所以看起来整栋烧 但是其实可能就有烟 对 是烟上去 燃烧点应该在一二三四楼 那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这样子 因为它会产生烟囱效应 整个熔烟往上灌 烟囱效应 对 我们所谓的烟囱效应 就是说它熔烟它会在中庭里面 就这样子灌上去 对 我在这边也想要提醒大家 住户 因为现在我们一直在修改 我们的逃生的准则就是说 我们建议说如果有发生火灾的时候 如果你住的地方是RC结构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砖 就砖 一般的RC 标准的那个砖 砖混凝土的那个房子的话 就不是钢骨的 一般钢基水泥的 对 钢基水泥房子的话 我会建议说把门关好 把门关好 不要 除非你开窗是 你看到你的窗户外面是干净的 没有淹的 你可以开窗求救 但是如果说你在窗子里面 已经看到外面都是烟的时候 就不要再开窗了 因为你开窗 把门和窗都关起来吗 对 把门跟窗关起来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你要把门缝塞好 门缝 用毛巾或衣物 那对象 你意思是 如果我们发现大楼失火 烂门要走就对吗 对 因为其实 我们火跟烟 熔烟上升的速度 一秒钟是三公尺 一秒钟三公尺 你走不走就对了 我们一定跑出它的 像台南国化大楼那一场火 我们在九楼跟十一楼 我们搜索到了两位罹难者 他们完全身上都没有任何的伤痕 就是容易呛死的 他企图从他的住宅离开 要爬楼梯到顶楼 如果不是在房子里 假设这个住户刚好 他就是在楼梯间或在电梯间 那他还是要跑 他怎么跑 那当然是一定要跑 那是一定要跑 往上跑还是 这个在我们教导里面 很难去跟百姓说 你到底要往上爬 因为你也不晓得 到底火是在楼上还是在楼下 那是要看起火点吗 但是你在火场里面 你不可能去知道起火点在哪里 所以还是 我们还是建议 就是说你在房子里面 门窗塞好的时候 因为其实 我相信这场火 如果报告出来的话 大多数的罹难者 是熔烟呛死的 对 他应该不是被烧死的 熔烟呛死当然会有高温 高温还不至于是那种 烈火焚身那种烧死的那一种 熔烟这种东西 他 因为我刚刚有讲到 他上升的速度是三秒一公尺 一秒 一秒钟三公尺 一秒三公尺 所以你人再怎么跑 不可能跑赢他 那因为尤其是这种综合大楼 他里面住户很多 住宅很多 那我们会建议说 当你把门缝都塞好了以后 打电话 119 跟他说 我某某某 我现在在火警的大楼里面 我在9楼 我是 哪一个是 你清楚地跟 你清楚地跟119 讲了以后 因为我们都会带无线电 他 因为像这种火 我们一定会派 十组二十组去搜索 但是在搜索的时候 因为我们不晓得哪边有人 所以我们都是 就是乱枪打鸟 走到这边就救到这一个 走到那边就救到哪一个 但是今天如果说 你有跟消防局通报说 我在几楼几市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派一组人 可以缩短搜救时间 特定就是走到那一个房间 去找到这一个人 好 对 队长今天带了很多给西来 提醒我们电视机前 所有观众朋友 其实你在家里 一定要有备无患 包括哪些东西 要准备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注警器 就是我们现在 一直在推广的 住家防护警报器 那现在一般大楼都已经要求 就是你在天花板 一定要用这个侦测器 对 那如果家里没有的 还是要自己装 对 因为这个东西在 很多大卖场都有在卖了 价格从300多块到600多块都有 是 对 那他 我拿到这个 我也刻意 因为我的都装在 都装住了 所以我特意去拿了一个 这现在他 他如果说初期 他侦测到烟雾的时候 他会开始 这是正常 平常 他会讲话的 对 平常 就是这个是平常 我们去 因为它是电池的 我们就按一下 他就会跟我们说 有没有正常 如果说他侦测到了 烟雾的时候 它会产生的是这样子 我们长鸭 他这个在测试 他会提醒你 他会提醒你 发生不灾 会小处今早 还有说台语 对 是双语的 最近比较新的 会小处今早 会小处今早 好 所以家里不管 你有没有装 最好 一定要准备这样的一个侦测器 我会建议去买一条命 不会三四百块吧 建屋有補助 这个有補助 这个有補助 那我自己 因为補助一个 我自己家里面 每个房间都有 因为大楼的侦测器 我没有搞定 没有测试过 不知道到底还能不能用 所以家里再多准备一个 是比较安全 另外这是什么 这个 这个东西 其实是 这个东西 我只能称它有备无患 如果说万一火灾发生的时候 受困在房子里面的时候 如果你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因为在熔烟里面 你可以告诉我们这是什么 不好意思 它是一个闪光器 闪光器 对 它平常是一个手电筒 它平常是一个手电筒 好 但是如果说 譬如说緊急状况的时候 我可以变成 它会变成闪烁 它会变成在闪烁 那闪烁的时候 我们在搜救的时候 我在熔烟里面 我可以找到 那边好像有一个东西在那边 我比较容易去找到这个 因为在熔烟中 可能你不见得找得到 对 所以说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个东西都很便宜的东西 这种东西都是很便宜的东西 这平常它可以当手电筒 对 平常当手电筒 如果你需要搜救的时候 它是可以闪光的 闪光怎么按 这样就可以闪光了 再按一次 它就变成闪光了 它有三段 这种东西 其实我都会建议 放在救难包里面 跟救难包放在一起 因为地震的时候 这种东西 其实也是一种好处的东西 好 所以家里面要准备 对 这个东西 之前我们有推广过 这个东西 现在目前也比较少人在卖 这个紧急逃生面罩 对 然后它是 但是家里 比如说家里有三口人 你就应该准备三份 五口人也准备五份 这个东西会不会过期 它没有 因为它是活性炭 所以你只要不拆封 它是没有期限的 好 但是像这个已经拆封了 拆封 我们给拆封观众朋友看一下 对 拆封之后的这个 逃生面罩是长什么样的 套到手里面 它这边就是活性炭 这边有活性炭 对 那我们把它撑开 这个就是直接 往头套 哦 头套在 对 整个 没有 那个黑 对 要这样套是不是 要这样套 整个套到头里面去 然后它就是 因为它这边是有弹性的 它会把我们这边束住 哦 对 往这边束住 那它这个套可以维持多久 其实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建议这个东西 因为它 第一 这个材质它比较不好 等于说如果 遇到温度太高的时候 它反而会造成一种 那这到底要不要准备呢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有很多东西 有一段先在推广这个 对 有一段 那有很多东西 你遇到刚好可以用的时候 你就是救到你的命 那如果遇到刚好 不可以用的时候 遇到大火那种 火就在你旁边那种 什么东西 所以火在旁边的时候不要用 但是对浓烟是有效的 对 这跟我们之前不是说 用那个 毛巾 沾水 但是毛巾沾水 它也是不要 不要 不要污住 太污住了 等于说 轻轻的 污住 让空气能够流通 对讲 对讲你还带了一个灭火器 对不对 灭火器 因为这个刚刚 刚我在上来过程中 好像有点敲刀 它有点 我们先不要咬它 它是小支的 它水一升的 它是小支的 对 它是小支的 好 这种灭火器 跟家里灭火器不同的是 它比较没有所谓的 保存气息 对 这种是比较 家里有时候很容易过期 对 它是比较新的 这是比较新的 它是水灭火 它是一种 水灭火 它是水状的 水柱状的 它不是粉的 你现场可以喷看看吗 好 要喷哪里 喷前面 就让观众朋友知道 它跟我们一般 家里很大罐的那种 这样喷吗 灭火器 这样子 对 它是水状的 所以它是水状的 所以它不会有什么粉 过期的问题 对 所以家里其实也可以准备 一个这样小型的灭火器 对 我家里 从最大支灭火器 一直到最小支都有 对 好 所以 有备无患 当然希望不要用到 但是 人心很怕共